大家好,我是戴萌兔,感谢收看最新一期的《最速开封》 本期《最速开封》要来给大家的拆认是两个大年土系列 来自于鼎鼎大名的GSC兼校舍推出的两款年土人系列 一款是弗雷亚,一款是美云 这两款系列其实萌兔在官图上看到这两个情报的时候 就非常的动心,想要去买 然后这个的话是在12号,4月的12日在店头有发售 发售当天我就去店面去找了,但是没有找到 后来我是在回家之后在网上买的 然后买到手之后开包一看我就傻了 估计经常玩年土人系列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 看到这个包装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 对的,这个包装和传统的年土人的包装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的 它没有采用一个纸盒的包装 而是采用的是一个挂卡式的包装 但其实它的比例和它的做工或者用料的话 其实和年土人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相比正常的大年土来说的话 它是少了一些替换脸和一些个替换的姿势和动作和配件 就单单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售价的话却并没有比一般性的年土人便宜 它定价的话也是在3500日元,非常的坑低 但是买买了也就算了吧 它这个系列的话是被取名了叫做 Nendoroid Kode 我也不知道这个Kode是什么意思 反正估计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JSC的年土人系列的平民版 或者说是简化版吧 这里的话想再花几分钟时间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前一阵子有非常多的小伙伴误解为 这个年土人年土人大家一直说的年土人就是用年土来制作的 其实并不是,年土人的话它其实也是和一般性的手办一样 是用PVC塑料材质来制作的 它之所以会被叫做年土人的话 其实是因为它的那个系列的名字是叫Nendoroid Nendoroid系列的话是它的一个系列的名字 恰好这个Nendor就是年土的意思 所以说大家把它习惯性的叫做年土人 至于这个Nendoroid系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也和年土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是因为最早设计出这一个系列的大头系列的 这个圆形的一个团队是叫Nendoro 这个团队的名字叫Nendoro 所以说他们这个团队开发出的这个系列的产品名称 就被叫成了Nendoroid 其实和年土是没有任何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包括这两个产品的话也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右上角可以看到有写着这个圆形诗 这个弗雷亚的话圆形诗是这个JSC上海的一个中国人 是一个我们国人的骄傲 叫陈天是他作为一个圆形诗 然后Nendoro下面写着这个Nendoro Nendoro的话就是一个叫制作协作 就是来对它提供一个圆形的帮助 然后美云这边的话是叫欺兵卫的这一个人来进行圆形制作的 然后同样这个Nendoro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些个协助 OK下面来简单的看一下包装 这个包装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般性的挂卡 然后周围的话都采用一个透明包装的方式 来把它固定在了中间 这个包装方式的话 其实萌兔觉得都不用拆包 都可以非常漂亮的欣赏到这个当中的内容了吧 但是毕竟我们的节目名字叫最速开工 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那废话少说我们来赶紧拆包吧 首先其实肯定是我们迪阿达当中的一个主角弗雷亚 这个挂卡的包装就给人一种非常廉价的感觉 不知道里面东西做的怎么样 这个还是不能够用那种先入为主的概念 来一板砖把它拍死吧 OK把这个背板抽开之后内部会有一个说明书 这说明书感觉不需要了吧 好的然后把它打开之后拿在手上的感觉的话 其实和另外的一些正常比例的或者说正常包装的黏土人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包括它身上的气味都是完全相同的 然后这边的话同样也会使用了这种很多防止蹭色的透明的薄膜指来防止它的蹭色 同样脸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拆卸 脸的话同样也是和一般性的大黏土人一样 采用的是一个替换脸的方式可以进行替换 这边下面的话也是有非常多的透明纸 我们先把这透明纸全部都拆掉吧 好的透明纸全部拆掉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本体了 本体全身上下的话是不具备任何的可动 只在头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范围的回转 然后前后的话会有一个点头抬头 都还是一个正常黏土的一个可动范围吧 然后脸部涂装的话也是和其他的黏土人系列的话是非常的接近 没有任何的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吧 还是非常的闷的 头发的渐变色涂装也是非常的窄 包括弗莉亚特别有名的这一个爱心型的安康瑜的灯 还用的也是非常好 采用的是一个粉色的涂装 这边的话如果可以使用一个透明件来制作的话 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底座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 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会有一个支架 这边的话直接只要把它的脚插在底座的孔洞之中 就可以完成一个非常棒的造型了 这个就是弗莉亚吧 好然后抓紧时间赶紧再来拆第二盒美云吧 美云的话包装也是和弗莉亚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整个抽出来之后就是它的一个本体和支架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 身上还是有非常多的透明薄膜还是惯例 先把透明薄膜的话全部都拆掉 透明薄膜全部拆掉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本体了 同样身上也是没有任何一处的可动 只在头部脖子的地方会有一点可动 整体的造型比例的话 其实和一般性的黏土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感觉它的身体上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因为它的身体是不具备任何的可动的 所以说它的造型的话其实是还原的非常完美的 比方说像这一个侧着身子站的姿势的话 如果是一般性的黏土人的话 绝对是做不出这么完美的一个动作的吧 背后像触手一样的头发也是涂装的非常仔细 还是具有一定的柔软性 尖端的话也并不是非常的尖锐 应该不用担心会被它弄伤吧 身上的涂装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溢色和出界的情况 眼部的移印也是非常的正 不得不说JSC作为玉三家之一 在手办的涂装质量上还是非常过硬的 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脸部红韵的表现若隐若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美云的脸同样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拆卸和替换的 这个脸的话 如果有其他黏土人系列的替换脸的话 就可以给它替换上去使用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cosplay 因为基本上换个脸就等于是换了个人了 对吧 或者换个头的话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美云的话其实是和弗莉亚应该是可以形成一对的 把弗莉亚的底座也拿出来之后插上底座以后 就可以和弗莉亚两个人并排在一起的话 他们两个人的动作其实正好是遥相呼应 那这两个小东西的话也没有什么可多看的 那就简单的到这里吧 OK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最速开封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带来的这两个平民版的大黏土系列 虽然在包装上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简单吧 但是在做工上或者说涂装上的话 却是完全不会输给任何一款大黏土系列的 虽然说它的配件和替换零件的话会比较少 在可玩性上会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在观赏性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吧 萌兔仔细一想之后 家里虽然说会有很多的大黏土 但是那些黏土的话通常也就会把它放成一个 固定的姿势固定的表情之后 就把它往那一放的话可能几年的时间内都不会再去碰它 或者再给它去改变造型了 如果这么一想的话 这么一款没有任何多余配件的大黏土 却很好的解决了那些个保存零件的一个烦恼吧 萌兔对这个系列可能并不反感吧 甚至还有一点希望他把将来的另外三个割机 也能够全部出奇来进行一个配对吧 萌兔应该会全部都去购买的 好吧 如果说唯一的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缺乏配件包装简单的大黏土系列的售价 确实和一般性普通的黏土售价是完全一致的话 确实是会有一点不甘心吧 如果会稍微的便宜一点 即使便宜500GB的话 应该也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然而JSC却并没有那样做 不知道为什么 OK那视频的最后 喜欢最速开封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视频旁边的订阅和关注按钮 那样的话 以后你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收看到萌兔的视频推送了 同时如果大家有什么非常有趣好玩的小玩具 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话 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感想和意见 和你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有趣的小玩具 那样的话萌兔会挑选一些 萌兔也觉得比较好玩的东西 来拿出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拆封的分享吧 好那就是这样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